哈喽大家好 本期的视频呢是与ForcePillar进行合作 那今天主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ForcePillar的官方网页的主要信息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它的官方网站 大家可以看到 在它的网站上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 关于它们的路线图团队 以及一些下载还有博客 在这里呢可以进行注册登录 ForcePillar技术 我们实施基于区块链的技术解决方案 并促进数字化转型 区块链技术背后的冲动是革命性的 这下21世纪的新技术带来了在线信任 安全性 隐私性 真实性 同步账本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它的 区块链技术的这样一个介绍 区块链提供了去中心化和安全的共享数字分类账 这位参与 参与方提供了一种验证与交易相关的信息的方式 区块链电子交付 基于去中心化模型的数字和文件交换节点网络 数字通信 其中文件交换过程在区块链钱包之间运行 在2020年级以后 他们会拥有主动产品和颠覆性的区块链项目 那即将推出的一项名为区块链的新技术 其核心不包括任何中介 他带来了对等通信在线信任安全性隐私真实性身份等 这可能是人们期待已久的解决方案 可以升级互联网及其发展方式吗 那接下来他会有一些文章研究的文章和技术论文 对他进行一个概述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那这是他工业和商业应用 他的私营部门运输用力 包括这边有合作伙伴的认可 他们的这项新技术提供了处理敏感文档的全新方法 需要处理数千吨的纸张 以确保正确处理雇用关系 成为创新的一部分 我们邀请业务开发人员投资者和组织参与这一激动人心的数字化转型时期 那这边可以填写您的联系方式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或者是开发人员投资者和参与者 那这是他的一个技术 我们可以点击来看 还有产品 服务 支持 讲解远等 这是关于他技术的主要信息 技术的背景 各种区块链链接选项 以太坊 智能合约和兼容性 车车载技术介绍 可以看到这是他的技术的主要信息 那在这里呢 有关于还有他们的这个公司发展的路线图团队 这里有下载 在资料下载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他的白皮书 以及区块链电子交付跨平台客户技术论文 那我们点击来看 他其实是这个论文 首先这边有摘要可以进行简单的了解 在这里 这是他的一个论文的主要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那他的白皮书 这边你也可以点击下载 白皮书 这边我已经打开 在这里下载过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白皮书 的主要内容 介绍 区块链技术 品牌背后的故事 电子支付 包括他们的创新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白皮书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么多 有大概15页左右 那他下面还有很多的信息 区块链是缺少的互联网连接吗 现实整合采用和主流研究文章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点击下载 今天的区块链和明天 评估分布是LED技术的多为影响 研究文章 包括他的商标申请 商标申请 以及集成图形模板 在这里 好 这是他的主要网页的信息 那这边呢 我也打开了关于他的 这样一个 信息 新闻 最新消息 大家可以看到 False Pillar技术和Hashnet之间的联盟 他的这样一个事件链 在2020年的2月 包括他的技术路线图在这里 以及他的文章 论文 研究文章和概述 故事和创新 他的产品系列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的技术合作伙伴网络 包括一些采访信息 他的新闻 以及一些视频的采访 生态效益 那在这里呢 我要提一下 Fold和电子交付的 生态效益 以及他们的绿色解决方案 技术与产品 区块链电子交付协议 技术栏图 在这里可以查看 他的技术栏图 以及区块链电子交付协议 行业应用 包括他们几个代币信息 好 那我们现在 对这个网页的解读 大概就是这么多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 感兴趣的内容 不妨点击我们下方的订阅 查看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